在上课之前呢,有件事讲一下,因为按照规定的你们一个学期是要不止四次作业,要交四次作业的,那我现在呢已经不止四次作业,但是还有一部分同学没有交,所以说没有交同学呢,请尽快到网上看一看,把第一次作业给做掉,然后这个星期呢会不止第二次作业,请大家关注一下。 这些课呢,我将继续接着给大家讲这个大型数据库中的光业规则挖掘,上节课呢给大家讲了这些这个大型数据库当中光业规则挖掘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算法,最重要的,我们提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算法,一个是Apriori算法,另外一个呢就是FP3算法,那无论是Apriori还是FP3,它的目的呢都是找出, 它的目的呢都是找出大型数据库当中,大型的数据库当中这个,一些简单的光业规则,比如说像单位的,单层的,这种最简单的单位的光业规则,那Apriori算法呢,Apriori算法呢,它主要的就是通过查找平方向级,通过查找平方向级,来找到光业规则,那Apriori算法当中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使用到了, Apriori性质,所谓Apriori性质呢,就是歇业知识的性质,就歇业知识的性质,规结起来呢,它就是认为呢,任何一个,任何一个非平方的向级的真超级,都不可能是平方的,任何一个非平方的向级,它的真超级都是不平方的,这个呢就是Apriori性质,Apriori性质呢,通过产生一个平方向级,通过产生平方向级呢,来挖掘光业规则, 但是产生平方向级的时候呢,会涉及到大量的数据库扫描,和计算,模式识别,等等计算,那这个呢是非常耗时,而且现实的算法的效率呢,在大部分情况下都非常低下,所以呢,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算法,FP3,FP3呢,它就是把原始的这个事物数据,转化为一个frequent pattern tree, 也就是说平方模式数,通过把原来的那个事物数据,转化为平方模式数,然后在这个平方模式数上,也就是说FP数上呢,进行这个光业规则挖掘, 那这节课呢,我们将进一步延伸上节课所讲的知识,这节课主要讲的呢,就是更加复杂的形式的光业规则挖掘,上节课给大家讲的光业规则挖掘呢,是最简单的光业规则,就是单层的,单维的光业规则, 这节课呢,我们要讲这个多层的,多维的光业规则,主要内容呢,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由事物数据库挖掘多层光业规则,第二部分呢,是由关系数据库和数据仓库,挖掘多维光业规则,挖掘多维光业规则,大家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搞混了,多层光业规则跟多维光业规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最后呢,我们还要来考察,来考察一下,我们这种挖掘光业规则的方式, 是不是,是不是最恰当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光业规则挖掘呢,是采用计算它的支持度和自信度的方法,采用支持度和自信度框架,来挖掘光业规则,那么是不是我们通过这个支持度,自信度,这个框架,挖掘出来强光业规则,是不是就是有趣的呢,还没有,有没有其他这个分析指标,来分析,你挖掘出来模式,是不是有趣,哪些是用户有趣,哪些是, 其实是没有用的模式呢,这个呢,就是涉及到一个相关分析的问题,最后呢,我们还要讲基于约束的光业挖掘,通过在这个光业挖掘的过程当中呢,加入各种约束,加入各种约束,来减少,来减少,来减少对数据的撒描,来减少计算,从而提高光业规则挖掘的效率,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多层光业规则,什么是多层光业规则,多层光业规则呢,其实多层光业规则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概念分层,来自于我们,我们曾经在这节课当中介绍过的概念,也就是说概念分层, 其实呢,平常在那个大型的数据库当中呢,这些底层的这些交易数据,底层的这些事物数据的数据项之间呢,经常会形成一个概念分层, 比如说像这个图上所示的,这图上的图呢,其实就是你们书上第163页,163页有个同样的图,像我们这个,图上这个图所示的, 这个All Electronics公司的一些交易数据,一些交易数据,比如说这个交易数据,我们上下可以讲到交易数据呢, 是通过一个TID,Transaction ID,就是这个事物的代号,加上具体的这个购买的项,这样呢,形成一条交易数据, 那我们看这个,这五条交易数据,这边所列举的五条交易数据,其实呢,这些交易数据之间呢, 在交易数据之间呢,就有一个,就有一个概念分层,比如说,像Computer,计算机,计算机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类, 一类是Desktop,一类是Laptop,那么Laptop,也就是说笔记本电脑呢,根据它的产生不同的, 又可以把它分为不同的生产产生呢,进一步的进行这个分层的,进一步更加细的划分, 比如说可以把它分为IBM,HP,DAO,等等公司,对它的这个概念分层呢,进行进一步的划分, 那其他种类的产品,其他种类的产品,比如说像Software,或者Printer,甚至是这个Computer Accessory, 我们都可以,都可以根据这个概念分层呢,把它进行进一步的划分,比如说Printer,打印机, 你可以把它划分为Black and White,这个是黑白打印机,还有Color Printer,也就是说这个是彩色打印机, 那根据它生产产生的不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黑白打印机跟彩色打印机这个种类呢,进一步的细分, 那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日常数据库当中呢,数据项之间呢,是经常的,经常的会形成一个概念分层, 这个概念分层呢,是银行在数据,这些数据当中的,而且这个概念分层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这个特点呢,就是底层的数据项,它的支持度往外较低,这个特点是,其实这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你看我们的支持度,Computer它支持度,它支持度其实就是Desktop Computer和Laptop Computer, 两种不同类型的电脑,就是台式机跟笔记本电脑的支持度之和, 这就是说,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它的支持度,是它的各个直接点的支持度之和, 这就是,这就决定直接的,直接的支持度不可能超过负接点的支持度, 我们一个概念分层,越往下走,越往下走,层次越低,它的支持度也就越低, 这个特性呢,大家一定要明白,关于这个概念分层,关于这个概念分层上, 跟支持度的关系上,这个一定要明白, 那我们进行这个关于规则挖掘的时候呢, 我们是根据支持度和自信度,这么一个框架进行挖掘的, 那挖掘的时候呢,顶层的数据,由于支持度较高,由于支持度较高呢, 那在进行平方向节,在进行平方向节筛选的时候呢,往往容易, 往往呢,很容易的就筛选进了,不容易被筛选出去, 但是底层的一些数据,底层一些数据呢,支持度由于较近了, 可能就由于支持度不够而被筛选掉了, 但其实呢,但其实我们在挖掘的时候呢, 往往不是越顶层挖掘出来的,这个关于规则是越好的, 往往是在适当的等级挖掘出来的数据项之间的关于规则, 才是更加有用的,比如说,我们说买了, 有一个关于规则,说买了laptop computer, 买了笔记本电脑的人,基本上都会买这个color printer, 都会买这个彩色打印机,都会买彩色打印机, 如果这么一个关于规则的话, 它就比这个computer,买了computer, 就会买这个printer,这么一个关于规则, 更加具体化,目标更加明确, 目标更加明确,在进行市场定位的时候呢, 在进行市场定位的时候呢, 这种更加底层的关于规则呢, 包含的信息往往越具体,往往越具体, 从而容易进行决策, 所以说呢,是适当的等级挖掘出来的数据, 像这些关于规则,可能是非常有用的, 不一定是越高,越高等级越有用, 不存在这样的关系, 通常情况之下呢, 在事务数据库, 在事务数据库中呢, 数据也是根据为和概念分层, 和概念分层来进行存储的, 这个怎么认识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右边的这个交易数据, 大家可以看, 这个交易数据当中呢, 在交易数据, 这个非常具体的数据当中呢, 其实就是我们类似于数据立方体的, 这个基本方体当中的数据, 也就是说最具体的数据, 最具体的数据, 这些具体的数据之间呢, 存在着这个概念分层的话, 那我们在事务数据库当中, 如果要发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把他们这些数据对应的类属关系, 类属关系, 也都同时的, 也都同时的存在这个关系数据库当中, 这种类属的话, 我们其实前面讲到过, 怎么来, 怎么利用这个关系数据库当中呢, 表达着概念分层, 我们可以用原规则来表示, 可以用在那个数据字典当中, 包含相应的概念分层的信息来表示, 如果把这个概念分层的信息呢, 都存在数据库当中的话呢, 我们就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比如说你把它放在数据字典当中, 我们就很容易的可以把这个概念分层的关系呢, 从数据库当中记取出来, 在多个数据, 在多个抽象层挂掘关系的规则, 并在不同的抽象层进行转化, 是数据挂掘系统应该提供的能力, 因为我们知道从不同的抽象层考察数据, 你会, 你代表那个所关注的, 你所关注的是不同抽象级的东西, 从而呢, 你通过对这种不同抽象级的数据的考察, 或对不同抽象级的模式的考察呢, 你就能得到不同的, 发掘不同的有趣的模式, 发掘不同的有趣的模式, 那么为了方便用户对这种不同抽象级, 抽象级的模式的考察呢, 数据挖掘系统有一个必须提供的功能呢, 就是你挖掘出来的模式, 应该能够在各个不同抽象级之间进行转化, 各个不同抽象级之间能够进行一个零滑的转化, 这样的话, 用户才能够灵活的考察, 在不同的抽象级之间挖掘出来的这个模式, 那么通过这个概念分层, 通过这个概念分层在关系数据库当中挖掘多层管理规则的方法呢, 通常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使用, 还是使用上一节可以介绍的这个支进度和支持度的框架, 支进度和支持度框架, 具体的做法呢, 我们采用的是自顶向下的策略, 所谓自顶向下的策略呢, 是指由概念层一开始, 到较急的从顶层开始, 然后左部的往下, 到较急的更特定的概念层, 对每个概念层的平方, 对每个概念层的这个平方技术, 这些错, 对每个概念层的平方向, 对每个概念层的平方向的计算累加技术, 计算累加技术,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一些考察第一期, 先考察第一期, 考察第一期呢, 我们对这个Computer Software Printer, 以及这个Accessory, 第一期的各个项, 进行平方的, 进行第一期平方向的计算技术, 然后呢, 第一期呢, 我们继续往下, 第一期如果发现Computer是平方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 再考察这个Desktop跟Laptop, 是不是平方的, 如果我们发现Laptop已经是不平方的, 那大部分算法呢, 在这个时候就会停掉, 因为什么, 我们刚才说过, 你越低, 这概念层走得越低, 概念层走得越低, 它的支持度也就越低, 如果它的主线都不平方了, 那它这个子中的话就更加不平方, 那大部分算法呢, 大部分算法呢, 会在这一步就停住, 但也有些算法呢, 会继续往下挖, 规划我们会看到, 那这边呢, 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刚才跟大家说讲到的, 就是说主线的支持度, 肯定比子孙的支持度高, 这么一个歇业支持呢, 采取一种类似于Apple Area的算法, 也就是说在概念分层当中呢, 一个节点支持度, 肯定不小于该节点的任何直接点支持度, 如果该节点支持度都不满要求的话, 那么它的直接点支持度, 如果在支持度保持不满, 最小支持度保持不满情况之下, 它的直接点支持度, 也肯定是不满要求的, 这个也就是我们可以在算法当中, 可以使用的一个歇业支持, 在算法当中可以使用的一个歇业支持, 那具体的做法呢, 可以是这么做, 先找高层的光列规则, 比如说像computer到printer, 把它计算出来呢, 高层的光列规则, 在计算出来的往往是支持度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进一步的往下, 一步步的往下, 直到下面的这个支持度啊, 或支持度指标不满要求, 那除了这种自顶向下着层挖掘, 自顶向下着层挖掘的方法呢, 我们还会讲, 对我们在这个具体的多层光列规则挖掘当中呢, 还会使用到一个交叉层光列规则, 所谓交叉层光列规则呢, 就是它的光联的并不是同一层自己的光列, 像刚才这个computer和printer是在同一层的, 下面这个laptop跟color printer也是在同一层的, 大家可以看到, 计算机跟这个打印机是在同一层的, 然后笔记本电脑跟这个color printer都是在同一层的, 那么这种自顶向下的这种桌层挖掘呢, 就是挖掘中的同层的光列规则,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呢, 这个光列的, 这个像机之间的光列呢, 不仅仅是在同级之间光列, 在不同等级之间也会有光列, 比如说买了这个跨越以概念层别价的一个规则, 一个点心例子, 就是买了计算机的人呢, 都会去买这个黑白打印机, 都会去买黑白打印机, 这么一个光列规则呢, 它就是一个第一层的像和第二层的像之间的光列规则,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跨越了概念层别价的光列规则, 这个呢叫做交叉层光列规则, 后面我们会讲到在挖掘这种交叉层光列规则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使用的是较低层的最小支持度, 而不是较高层的最小支持度, 因为较低层跟较高层之间, 它们可能使用的不是同一个最小支持度, 那在多层光列规则的挖掘上呢, 根据你对每一个层所使用的最小支持度的指标, 最小支持度连接值的指标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法呢归类为两类, 第一类呢是一致支持度, 第二类呢是低解支持度, 一致支持度呢是对所有的层都使用一致的最小支持度, 那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邪而易解的, 它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所有的层都使用同一个最小支持度, 那我们给它设计算法的时候呢, 那就非常的简单, 因为中间没有多少变化, 中间没有多少变化, 在搜索的时候呢, 容易采用优化策略, 那就说, 一个项如果不满足最小支持度的话, 它所有的指向都不用搜索, 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一个节点它的支持度肯定不会比它的指节点低, 如果该节点它都不满足最小支持度要求的话, 那么它的指节点是肯定不满足最小支持度要求的,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使用的是一致支持度来完全光临规则的话, 那么停在一个节点上呢, 它是下面所有的指节点, 我们都不去管它了, 因为该节点如果不满足最小支持度要求的话, 它的所有指节点也肯定是不满足最小支持度要求, 这种方法呢, 这种一致支持度的方法呢, 既解当, 然后这个实现起来的时候呢, 效率也会非常的高, 也会非常的高, 但是可惜的是这种方法呢, 它的缺点比它优点还要大, 它的缺点呢, 就是最小支持度, 这个值设置起来是非常的困难, 如果你最小支持度设置的太高, 最小支持度设置的太高, 那么你将丢掉出现在较低抽象层当中, 很多有意义的管理规则,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如果你这个, 如果我们把这个, 这个时候把最小支持度, 不是百分之五, 而是把它设置为百分之八, 而是设置为百分之八, 那么第二层, 现在在computer下面, 这个第二层, 所有的laptop, 所有desktop当中所运行那些有用的模式, 都不可能出来, 因为它都不满足百分之八, 这个最小支持度的要求, 都不满足百分之八, 这个最小支持度要求, 如果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把这个, 把这个最小支持度设置的低, 设置的低, 那最小支持度设置太低的话, 就会在较高层产生, 太多的无兴趣的规则, 因为你最小支持度设置的一低, 设置的一低, 虽然说, 这种低层的管理规则, 不会遗漏掉, 但是高层很多, 本来是没什么兴趣的模式, 不应该包括进来的模式, 都给你包括进来了, 这下子, 因为大家都采用同样的最小支持度, 所以这个最小支持度设置呢, 在这个一致支持度, 使用一致支持度挖掘关键规则的算法上呢, 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一致支持度的挖掘算法的这个缺点呢, 这边呢, 就引入了另外一种新的算法, 叫做地解支持度, 所谓地解支持度呢, 就在较低层使用地解的最小支持度, 比如说, 像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在第一层, 在第一层呢, 我们使用百分之五的最小支持度, 那么到了第二层呢, 我们就相应的对这个最小支持度做地解处理, 因为第二层它所, 它的支持度是肯定不能跟第一层相比的, 所以在第二层,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用了一个百分之三的最小支持度, 那它的一个特色呢, 就是层次越低, 在这个概念分层当中呢, 这个层次越低, 支持度也相应的做地解处理, 支持度也就是最小支持度指标, 相应的越低, 那通过这种设置之后呢, 通过这种设置之后呢, 就有效的解决了这个一致支持度, 所面临的这种最小支持度指标, 设置困难的问题, 那在这个地解支持度的算法当中, 地解支持度的算法当中呢, 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搜索策略, 可以使用不同的搜索策略, 这个所谓搜索策略呢, 就是用来搜索平方向极的方法, 就是用来搜索平方向极的方法, 那我们这个, 如果是一致支持度的话, 一致支持度的话, 你也没什么, 你也没什么很多搜索策略可以选择, 你就从头到尾一个个搜索过来好了, 但是这种地解支持度, 地解支持度算法的时候呢, 你在使用地解支持度的时候呢, 你的搜索策略就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 其中第一种呢, 就是最简单的, 做成独立, 完全的宽度搜索, 搜索第一层之后, 我来搜索第二层, 然后第一层的数据, 自己跟第一层的最小知识度相比较, 第二层的数据, 自己跟第二层的最小知识度相比较, 第三层的数据, 跟第三层的最小知识度相比较, 再一层一层的下去, 进行一个宽度上的, 宽度优协的完全别离, 进行一个广度优协, 如果在书上的话, 就叫做广度优协的完全别离, 那这种它的一个典型特色呢, 就是没有平方向起的背景知识, 用于解枝, 没有平方向起的背景知识, 用于解枝, 这种方法呢, 它的好处也就在于它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你做一个数的广度别离的方法, 就可以把它给别离过来了, 但是, 它的缺点呢, 也跟它的优点一样明显, 它的缺点呢, 是酌成独立的策略呢, 它调节太松了, 调节太松了, 可能会导致底层考察大量非平方数据, 因为你每一层都要搜索过来, 每一层都要搜索过来的话, 那可能呢, 其中很多数据都是不用考察的, 但是你不管这些, 你把它搜索过来呢, 你的效率就非常的低, 这个效率浪费掉的计算就非常的多, 那么第二种算法呢, 叫做成交叉单向过滤, 成交叉单向过滤, 一个DI层的相被考察呢, 是单且简单, 它在DI解一层的负解点是平方的, 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 书上D165页的图6-14, 书上D165页图6-1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omputer, 跟它这两个直接点, laptop computer, and desktop computer, 那么laptop, 也就是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 这一层的数据, 被考察的一个体调节, 是什么呢, 是它的负解点, computer, computer这个节点, 它是平方的, 它是满足最小知识度要求的, 如果像这个书上的图6-14, 是这个要求, 书上的图6-14, 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computer这一层, 它的最小知识度指标是12%, 可是computer呢, 它只满足这个支持度是10%, 所以它是不满足最小知识度要求的, 所以computer呢, 不被考察, 这也使得呢, 这也使得呢, 它的两个直接点, laptop和desktop, 它们其实是满足3%的最小知识度要求的, 但是由于它的复权点, 不满足这个最小知识度要求, 所以它们也同时不被考察, 同时的也不被考察, 尽管它们当中的运行了很多有用的模式, 但是因为这个数据没有被考察到呢, 这些有用的模式呢, 也同时的被遗漏了, 这个呢, 就是这种成交叉单向过滤的一个缺点, 那第三种这个射手策略呢, 是叫做成交叉K相级, K相级过滤, 它的基本实际上呢, 是一个在第i层的K相级被考察, 当且简单, 它在第i解一层的对应副节点的K相级是平凡的, 不知道同学们对这个, 对这种K相级过滤, 成交叉K相级过滤这种方法是怎么认识的, 其实呢, 有一点是成交叉K相级过滤呢, 是一个非常强的械子, 非常强的械子, 如果说一个一相级还有很多平凡的话, 那么二相级平凡一相级如果个数很多的话, 平凡二相级呢, 它的个数就不会太多, 平凡三相级的个数就更加少, 平凡四相级已经很少很少, 这种平方K相级出来呢, 这种平方K相级出来呢, 它其实是一个卸置性非常强的一个调节, 往往这个K的数字一大, 大于四或大于五之后呢, 基本上啊, 你这个数据库当中的数据经过这么一个组合, 要五种模式组合在一起的话, 基本上没几个, 基本上是没几个平方的模式, 所以这是一种很强的械子, 很强的械子, 它呢, 这种械子太强之后呢, 就使得很多有趣的模式都不被考察, 从而挖, 失去了挖掘这些有趣模式的机会,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乘交叉当成过滤策略, 是着层独立, 着层独立搜索跟乘交叉K相级过滤, 这两种策略之间的一个折中, 这两种策略之间的一个折中, 它呢, 既不会像乘交叉独立搜索那样产生大量没有用的模式, 也不会说像乘交叉K相级过滤一样, 把大量有用的模式都给过滤掉了, 它呢是两者之间一个折中, 但是正像我们刚才从图上的这个6-44, 165-16-14这个图上所看到, 这个乘交叉当成过滤策略也有它的缺点, 这个缺点呢就是, 如果负节点, 如果负节点不满足最小知识度要求, 那么就很有可能丢失底层的一些低层的平方向, 哪怕止节点, 它是满足最小知识度要求的, 但它也不会被考察, 它也不会被考察, 因为它的负节点不满足最小知识度要求, 为了修正这个乘交叉当项过滤的这个缺点呢, 为了修正这个乘交叉当项过滤的一个缺点呢, 就提出了一种新的修正的, 就是基于这个乘交叉当项过滤的算法的一种改成算法, 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受控的乘交叉当项过滤策略, 受控的乘交叉当项过滤策略的一个典型特征呢, 是引入了一个叫做乘传地灵戒指, 引入了一个乘传地灵戒指, 这么一个新的概念, 所以乘传地灵戒指是干什么用的呢? 乘传地灵戒指呢, 是访问, 乘传地灵戒指呢, 是考察它的直接点的一个灵戒指, 考察它的直接点的一个灵戒指, 这个乘传地灵戒指呢, 是因为向较地层传地相对平凡的像, 如果即如果满足乘传地灵戒指, 则允许考察不满足最小支持度灵戒指向的支援, 有了这个乘传地灵戒指之后呢, 我们刚才这种情况就可以得到改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刚才那种情况, 它的最小支持度是12%, 那么写栏computer这一层的节列, 它是不满足这个最小支持度要求的, 但其实呢, 这个第二层laptop和desktop这一层的最小支持度要求的是3%, 那其实呢, 这个laptop6%, desktop4%, 它都是满足它自己这一层的最小支持度要求的, 那我们怎么样让这种在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样让laptop和desktop能够被我们的数据挖掘系统考察到呢,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通过一个层传地灵戒指, 使得第一层只要满足了这个层传地灵戒指之后呢, 这个数据挖掘系统呢, 就会继续的往下挖掘, 继续的往下挖掘, 所以呢, 像刚才这种情况, 第一层如果把层传地灵戒指收8%的情况之下, 尽管computer这一层不会被考察, 但是他的子女, 他的直截点还是照样被考察, 远航在他直截点当中的那些有趣的模式, 也同样的会被挖掘, 也同样的会被挖掘, 有了这个层传地灵戒指之后呢, 用户对用户呢, 就可以进一步的控制多概念层上的挖掘过程, 同时呢, 还可以介绍无意义的光业的考察和产生, 无意义的光业考察和产生, 总而言之一句话, 有了这个层传地灵戒指呢, 我们就有一种更加灵活的控制方式, 对这种挖掘过程, 是不是应该向下传递的控制上面呢, 就有了一种更加灵活的挖掘方式, 那这个多层光业规则挖掘出来之后呢, 还会涉及到一个冗余规则的解查和剔除, 还会涉及到一个冗余规则的解查和剔除, 为什么说多层光业规则会出现一个冗余规则呢, 那是因为这个在挖掘多层光业规则的时候呢, 向之间呢是一个主线跟子孙的关系, 一个主线跟子孙的关系, 也就是说主线呢, 像这种节点, 主线呢对子孙呢是一个运航, 是一个超级, 就像刚才所提到的computer, 对laptop和desktop是一个运航关系, 是一个超级关系, 是一个超级关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间呢, 有非常有可能的, 你在子孙这一级挖掘出来的光业规则, 其实已经运航在主线这一级了, 其实已经运航在主线这一级了,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是这样子, 它有两层挖掘出来两层不同的光业规则, 第一层呢是desktop computer, 购买desktop computer的人呢, 他都会去购买这个黑白打印机, 去购买黑白打印机, 那么这个光业规则呢, 它的支持度是8%, 自信度呢是70%, 自信度呢是70%, 那么除了这条规则之外呢, 一挖掘出了第二条规则, 也就是说买了IBM desktop computer的用户呢, 他都会去买这个黑白打印机, 他跟上面相比呢, 这个自信度是基本相同, 72%跟上面70%是基本相同, 但是他的支持度是2%,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满足什么条件, 第二条规则是浓余的呢, 如果满足IBM desktop computer, 在desktop computer这个类数当中, 它的占有量是25%, 也就是说占有量是四分之一的情况之下, 那么第二条规则就是, 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第一条规则, 来推导出第二条规则, 完全可以通过第一条规则, 来推导出第二条规则, 如果我们说在上面这个分类当中的第一条规则, 是第二条规则的主线,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个主线, 来推导出他的后代, 来推导出他的后代, 也就是说, 如果规则二当中的像, 用他在概念分层当中的主线代替, 能够得到一, 而且一的支持度和自信度, 都接近期望值, 都接近期望值, 这一或者是二当中, 有一个是浓余的, 这一或者二当中, 有一个是浓余的, 因为两者表达的是同一个思想, 两者表达的是同一个思想,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在这个二当中, 把这个左边的这个像, IBM Desktop Computer, 用他的主线来代替, 用他的主线来代替,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由于这个Disk Top Computer, 它的量, 它的技术, 是IBM Desktop Computer的四倍, 四倍, 那么相应的, 如果Support也是成四的话, 那就不代表着, 有任何新模式的产生, 就不代表着, 有任何新模式的产生,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上面两种规则, 其实是等效的, 其实等效的, 也就是说, 有农于规则的存在, 所以在这个多层观念规则的挖掘当中, 由于这个规则当中, 也存在着, 也存在着这个主线跟后代之间的关系, 很可能他们主线跟后代当中, 两个规则挖掘出来, 一个主线规则, 一个后代规则, 这两个规则很可能描述的是同样的, 是同样的一种模式, 同样的一种模式,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过滤掉其中的一则, 过滤掉其中的一个, 因为没有必要保存两个一模一样的规则, 那这个呢, 就是多层的观念规则挖掘, 多层的观念规则挖掘, 它是根据这个像直接所隐含的, 根据这个数据直接所隐含的一个概念分层, 来进行观念规则的挖掘, 那么观念规则呢, 除了多层观念规则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做多维观念规则, 还有一个叫多维观念规则, 多维观念规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此时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单位观念规则, 其实上节课跟大家讲的这个, 那种观念规则, 比如说购买牛奶的人都会购买面包, 都会购买面包, 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单位观念规则, 它中间只涉及一个尾, 或者说只涉及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就是大一字, 这个如果对应到对应到数据立方体, 或者是数据库的表当中呢, 它只涉及到这么一个尾, 就是购买这个尾, 购买这个尾, 那么跟这个多单位的观念规则相对应的, 这是一个多维的观念规则, 多维的观念规则呢, 它涉及到的是两个, 或者是多个位, 或者是位置, 或者是位置, 所谓位置呢, 就是像刚才这个dise, 或者是像这个occupation, 或者是age, 这种呢就叫做位置, 它涉及的是两个或多个位, 或者位置的观念规则, 观念规则, 而多维观念规则呢, 而这个多维观念规则呢, 又可以根据, 又可以根据这个观念规则当中, 是否包含了重复的位置, 是否包含了重复的位置呢, 分为两种不同的种位, 第一种呢, 叫做维接观念规则, 第一种叫做维接观念规则, 它的特征呢, 就是不包含重复的位置, 比如说下面这个观念规则, 它的意思呢, 就是年龄在19岁到25岁之间, 并且职业式学生的客户, 他都会去买这个可乐, 他都会去买可乐, 这么一个观念规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涉及了三个位, 或者说涉及三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呢是age, 第二个位置呢是occupation, 第三个位置呢是bias, 这三个位置之间呢, 没有重复现象的出现, 不存在着重复的关系,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称为了是维接观念规则, 那另外一种多位观念规则呢, 是在观念规则当中呢, 包含了某些位置的重复出现, 包含了某些位置的多次出现, 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混合为观念规则, 把它称之为混合为观念规则, 举个例子呢, 就是如果说是下面这个例子, 下面这个例子指的是年龄在19岁到25岁的顾客, 如果他买了这个popcorn, 买了爆米花的话, 他都会去买可乐, 那这当中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发现什么呢, 购买, 把这个位置呢, 出现了两次, 出现两次, 像这种呢, 就叫做混合为观念规则, 混合为观念规则, 那在多位观念规则当中呢, 对属性值呢, 也进行分类, 对属性值呢, 也根据这个属性值的特色, 也根据这个属性值的一个特点呢, 把它分为两种不同的种类, 第一种种类呢, 叫做分类属性, 第二种种类呢, 叫做量化属性, 分类属性呢, 它的特征是具有有些个不同值, 具有有些个不同值, 这之间呢, 是没有一个序列关系, 这之间是没有一个序列关系, 比如说就上面的这个occupation职业, 那职业呢, 可能是学生, 教师, 医生, 或者是公务员, 等等职业, 那这个职业之间不存在着一个序的关系, 并不是说教师一定大于学生, 或学生一定大于教师, 并不存在这种一个序的关系, 而且呢, 而且呢, 它的个数是有些的, 它的个数是有些的, 像这种职业的话, 你再列举, 这个职业的个数总是有些个, 那量化属性呢, 量化属性呢, 它跟这个分类属性不同, 量化属性, 它是数值类型的值, 它的属性呢, 是数值类型的值, 并且值之间呢, 是一个隐含的序, 是一个隐含的序, 比如说像age, 这种就是一个量化的属性, 你不要看它age, 在这边当中呢, 是只有19岁到25岁, 但19岁到25岁之间呢, 你中间可以挖掘, 从实际来讲, 中间可以挖掘个无穷多个不同的值, 你可以挖掘出19.1, 或19.001, 或19.002, 因为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连续的区阶段, 这个连续区阶段当中呢, 就包含了无穷多个, 包含了无穷多个不同的理想的值, 所以这个量化属性呢, 跟上面不同的, 它是数字类型的值, 也就是说, 它很可能呢, 是包含了无穷各不同的值, 而且值之间呢, 是一个有个隐含的序, 有个隐含的序, 像这个25的话, 大于19, 这种数字之间的这种, 大小的这种序列关系呢, 就是隐含在里面了, 就隐含在里面, 这些呢, 上面这几个像单位官僚规则, 多位官僚规则, 以及分类属性, 量化属性呢, 就是大家进行了解, 多位官僚规则的挖掘当中呢, 所必须掌握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我们来看这个, 挖掘多位官僚规则的一些基本技术, 在多位官僚规则的挖掘当中呢, 我们搜索的, 大家一定要明白, 在多位官僚规则的挖掘当中呢, 我们搜索的不是平方向级, 前面给大家提到了那个, 上节课, 上节课给大家讲了那么多算法, 包括apply area, 包括fp trade, 我们首先要找到什么, 首先要找到平方向级, 包括刚才的那个多层官僚规则的挖掘, 我们都是早些找到平方向级, 然后根据这平方向级来推导, 来推导一个官僚规则, 但是多位官僚规则的话, 它挖掘的不是平方向级, 它挖掘的是平方位刺激, 它挖掘的是平方位刺激, 那中间是什么区别呢, 大家就要仔细去体会一下, 平方向级呢, 挖掘的那些项目都是同一类的东西, 很可能都是同一类的东西, 位刺激呢, 如果是平方位刺激的话, 它里面的那些数据呢, 可能是多维的, 多个不同维度上的数据, 多个不同维度上, 或者不同类的数据, 不同类的数据, 像上讲课给大家讲的这个平方向级, 我们挖掘的是被用或所平方购买的项, 比如说像面包, 黄油啊, 牛奶啊这些, 那无论是面包, 黄油啊, 牛奶啊, 这些都是同一类属性的东西, 但是同时是被购买的项, 那么现在你来看, 你先挖掘这个平方位刺激, 你挖掘什么, 你挖掘可能是类似于 这几个根本是不同维度上的, 根本是不同维度上的数据, 你要挖掘的是年龄几岁, 什么职业和购买哪些类产品, 这个在一起出现的, 这么一堆数据, 这么一堆模式, 这个呢就所谓的平方位刺激, 就是平方位刺激, 那在这个平方位刺激当中呢, K位刺激是指包含K个核取位置的集合, 这个概念非常深硬, 那么大家只要理解下面, 像下面这种, age occupation bias, 是一个三位刺激, 这种能够认识就可以了, 而挖掘多维光源规则的技术呢, 可以根据量化属性的处理, 分为三种基本的方法, 分为三种基本的方法, 第一种呢是量化属性的静态理想化, 所谓量化属性的静态理想化呢, 我想这个大家已经在前面学过了, 如何理想化, 如何理想化这个量化的属性, 我们在前面有一个专门的一节课, 是讲这个东西的, 它基本的就是使用预定一的概念分层, 被量化属性进行静态理想化, 被量化属性进行静态理想化, 比如说那是像这个age, 我们可以把它这三个定义的概念分层像, 青年中年老年, 青年中年老年来把它进行理想化, 把这个age那种无穷无尽的年龄数据呢, 理想化到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当中, 利用这概念分层, 比如说那是把这个三四岁下呢, 理想化到青年, 三四岁到六十岁呢, 理想化到中年, 一岁以上呢, 理想化到老年, 那么这个利用预定一的概念分层进行理想化这个技术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边就不重复多讲, 第二种, 第二种这个多一光列规矩挖掘的技术呢, 叫做是量化光列规则, 挖掘的是量化光列规则, 它呢是根据数据的分布, 将量化属性理想化到箱, 其实呢是跟前面跟大家讲过那个风箱技术呢, 是非常的相似, 跟前面跟大家讲过的风箱技术是非常相似, 那么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基于距离的光列规则, 基于距离的光列规则, 这个基于距离的光列规则, 它的一个点心优点呢, 它就会, 它就是能够考虑到数据点直接的距离, 能够动态的理想化, 对不起, 能够对它进行动态的理想化, 那么进行动态理想化处理之后呢, 这个进行动态理想化处理之后呢, 这个数据之间的理想化就能更加符合, 更加符合实际这个多位光列规则挖掘过程的需要,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拙意的看看, 这三种不同的这三种不同的这个多位光列规则挖掘的技术, 每一种的具体都是怎么样的, 第一种多位光列规则挖掘呢, 是使用量化属性的静态理想化, 也就是说是使用预定义的概念分层, 使用预定义的概念分层来理想化量化属性, 来这个理想化量化属性, 那经过理想化之后呢, 这个数字属性的值呢, 就是用区间来代替了, 就像刚才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 一个age, 从20岁到90岁的数据呢, 我就用亲爷、中爷、老爷三个区间来进行代替, 如果任务相关的数据存在关系数据库中, 这找出所有平凡的k位置其需要k次或k加一次标扫描, 这个的解题呢, 是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解题呢, 是每一个围呢, 是单独的存在一个表当中, 单独存在一个表当中, 比如说像刚才所讲的这个age, 像这里这个数据类方体当中所表达的age, income,bias, 他们如果这三个围都存在三个不同表当中呢, 我们要把这个三个围直接的这个平方的k位置其, 三位置其给找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要进行三次或四次的数据掃描, 三次或四次的数据掃描, 那其实在这个关系数据库当中进行这个平方的k位置其的查找呢, 并不是一些容易的事, 并不是一些容易的事, 关系数据库在这方面的话, 关系数据库在这方面的话, 它就没有什么优势, 最有优势的技术在这边呢, 是数据类方体技术, 数据类方体技术, 我们知道数据类方体当中呢, 所存放的就是多维的数据, 就是多维的数据, 在前面第二章的时候给大家讲数据类方体技术的时候呢, 讲到这个数据类方体当中呢, 底层是基本方体, 那么上面的这个, 在我们这个图上呢, 上面这个就是二D方体, 一D方体和顶点方体, 上面的这个二D方体当中呢, 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方体呢, 都是一个数据的汇总, 都是一个数据的汇总, 都是一个数据汇总, 那么我们真正在做, 使用这个立方体技术, 使用这个数据立方体技术, 进行多维光列规则的挖掘的时候呢, 进行多维光列规则挖掘的时候呢, 在这个二D方体当中, 所存放的并不是一个汇总数据, 而是相对应的二位次级的技术, 或者是支持度, 相对应的二位次级的技术或支持度, 比如说H, 像英肯, 像这么一个基本方体当中呢, 我们对每一个H, 年龄跟收入之间一个这么一个对, 比如说是年龄呢, 是30到40岁, 英肯呢, 是4万到5万, 这么一个对, 这么一个数据对当中, 我们存放的并不是它的汇总数据, 而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满足这个条件的数据, 它出现了频率, 也就是说是技术或是支持度, 技术或支持度, 所以这个区别呢, 大家一定要跟第二章讲到这个数据立方体的时候, 所讲到的这个所存放的是汇总数据, 这个区别给分开了, 这个区别给分开了, 那使用数据立方体的, 使用数据立方体进行多一关列规则挖掘的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如果包含感兴趣的微的数据立方体已经存在, 并且已经是误化, 并且已经是误化, 那么挖掘将会很快, 因为它一到已经误化, 就说明我们所关系的这些数据都已经存在, 你不必再去, 你不必再去计算一次, 你可以利用现有的数据来进行挖掘, 那这样的话数据比较快, 同时呢, 你还可以利用这个Appliary性质, 也就是说平凡位次级的每个次级也必须是平凡的, 也必须是平凡的, 如果我们有个平凡的三位次级, 像这个H income bias, 有没有一个平凡的三位次级, 那么这就意味着它的每一个, 它的每一个次级都必须是平凡的, 因为它的每一个次级呢, 出现的次级只会比这个三位次级更多, 模式越简单, 符合这种模式的调节就越多, 这个我想大家进行适用适数据以前的时候, 也是有体会吧, 你打进去关键是越多, 出来的记录就越少, 打进去跟这个关键是越少, 出来的记录就越多, 因为这个模式匹配呢, 就这么个关系, 跟简单的模式相匹配的, 个数重是非常多的, 那第二种关键规则挖掘的方法呢, 是量化的关键规则挖掘, 是量化的关键规则挖掘, 量化的关键规则挖掘当中呢, 数字属性将根据某种挖掘标准, 进行动态的理想化, 比如说这个, 这个挖掘标准呢, 可以是最大的挖掘规则的自信度, 或者是紧促性, 总而也真的是根据你挖掘任务的某一种标准, 进行理想化, 那么在这个量化的关键规则挖掘当中呢, 我们接下去要介绍的是一种能够挖掘二维量化关键规则, 二维量化关键规则, 也就是我们挖掘的就这种模式, 就这种模式, 就是第一个, 就是相当于第一个量化, 第一个量化的为和第二个量化的为推导出一个分类的属性, 利用第一个量化属性和第二个量化属性推导出一个分类属性, 打个比方呢, 就是用age和incon这两个量化属性来推导出bias这个分类属性, 它这个规则呢就是指的是在年龄段呢, 年龄的是在30到39岁之间, 收入的是42,000到48,000, 这样的顾客呢, 他通常情况下会买高清晰度电视机, 会买高清晰度电视机, 那我们接下去要讲的这种方法, 我们接下去要讲的这种方法呢, 他通常情况下挖掘就是这种类型的光列规则, 那找出之类二维量化光列规则的方法呢, 这边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光列规则属类系统, 也就是association rules, custering system, ARCS接写就是ARCS, 这种ARCS呢, 它是一种源于图像处理的技术, 它呢是应用了图像处理当中的模式识别技术, 应用了是借用了图像处理当中的模式识别技术, 该技术呢将量化属性, 将量化属性对映射到满足, 给定分类属性调节的2D三格上, 2D三格就是大家图上是看到这个2D三格, 然后呢通过搜索三格的点的居类而产生光列规则, 什么意思, 我们把这个满足, 满足这个给定调节的属性呢, 都应识到这里了, 都应识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的规则从什么地方产生呢, 就是从那些点非常密集的那些区域, 点非常密集的那些区域产生, 比如说像这个图像所画的这个, 它有四个点, 它有四个格子, 这个几个格子呢都是相对密集的, 相对密集的, 那我们的关联规则就从这个相对密集的数据当中产生, 其他如果比较稀疏的数据呢, 可能知识都就不满足, 那也没有什么意思产生什么规则,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今天就再讲。